環遊世界玩數學巡迴展 將世界各地美麗的風景 古今中外有趣的數學故事搬到南頭 透過互動體驗帶領學生走進數學的世界 認識數學的好用與好玩 希望能夠讓孩子覺得數學很有趣 那展覽裡面有好幾個不同的世界的知名景點 像是埃及金字塔、巴黎聖母院、台北101 或是英國大笨中這樣子 我們把每個景點都重新用數學角度去詮釋 讓孩子看到說原來金字塔裡面也有數學 巴黎聖母院也有數學、荷蘭也有數學 這樣才會知道這些聯想說 我生活中是不是哪裡也有數學 就是希望孩子能夠看完這展覽之後 對數學產生興趣 知道說原來生活中到處無所不在都是數學 進而在課堂上就比較願意去參與數學 然後才可以學好數學 學生可以在展覽中發現數學的學習 除了傳統的紙筆運算之外 也可以從生活周遭取得各式各樣的媒材 作為延伸的學習場域 進了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與探索數學樂趣 能夠在生活中活用數學 讓數學不再是一個很恐懼的科目 數學從生活經驗裡面得到更多的樂趣 雖然我們沒辦法出國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數學裡面了解各個國家的特色 同時我們也對人文有一些了解 尤其這次的展覽是我們環遊世界玩數學 和十一住行娛樂都息息相關 齊取透過展覽以預教娛樂方式 讓學生開心學習 回去後也能將在數學群回展的所見所聞 分享給親朋好友 吸引更多人共襄盛舉 除了增广見聞之外 也讓我們來參觀展覽之外 也可以讓我們把這一次來看到的 可以分享給生活周遭的朋友知道 也讓我們把數學不要變得死板 也可以讓我們增加一個預教娛樂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知道 也透過這次展覽的方式 讓我們的數學變得更多彩多姿 透過數學巡迴展 希望提供各校士生、社區親子及民眾 體驗動手玩數學的樂趣 展期到10月10號指 學校歡迎各界踴躍前往參觀 一起擺脫對數學的刻板印象 重新體驗數學探索數學 記者洪一輪炒豚採訪報導